大飛翰天 最近東盟國家的變數很大 當然你問我骨子女他們都是親美的 由李顯龍 其實李顯龍講得很出則 就是說經濟上高 他是投向中國共產黨 但是也都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南海 在整個東盟的影響力 令到菲律賓他們一定要找多一個靠山 那靠山是誰?美國 也都令到一個小國只能夠買兩邊 希望兩邊都不得罪 之前跟美國進行過軍演 五月頭又會跟中國一個聯合軍演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來到這裡 希望盡量都不得罪 但是骨子女都是要有美國的支持 至於菲律賓大家要看到 九個的空軍基地 軍事基地已經給了美國用 而美國 日本已經全面這樣支持菲律賓 無論是經濟 軍事 外交上高 但是始終都好在南海爭議上高 的對手是中國 中國在南海上高 或者外交上高 是比較奪奪逼人 這樣的環境 小馬可思雖然一月份見完習近平 最近秦剛又去到菲律賓 希望菲律賓 除了在南海爭議上高 大家談談做生意 談談環保議題 談談餘業 表面上和和嘻嘻 當然小馬可思是完全知道 即是說你要頂得住 你要站得硬 在南海上高 你一定要有一個靠山 表面上和中共還有說有笑 但是實際上 小馬可思現在已經飛去美國 在昨天接受電台採訪的時候 他說和美國的關係需要調整 因為我們在南中國海 台灣 朝鮮面臨的形勢發生了變化 現在局勢正在升溫 小馬可思在採訪中還說到 他和拜登應該討論的就是兩個國家聯盟 到底包含哪些內容 即是你不要說你支持我 捨得清清楚楚 即是有字有句 以及如何處理中國的緊張關係 小馬可思說我們夥伴關係是甚麼來的 可以做些甚麼來淡化或者減少大家的誤判 因為已經有激烈的延遲往來 這次去美國 他敦促拜登 麻煩你明確說明 美國根據1951年 美非共同防疫條約 對菲律賓的防務承諾的程度 究竟你保護菲律賓是做到哪一件事 是預算啊 戰艦啊 還是說被其他的國家侵略的時候 你都會有軍事行動 即是你不要經常想著我槍打出頭鳥 你樣樣就找我出去頂 結果到有事的時候 你就扔下我不管 馬可思這一次是去尋求拜登的承諾 還要是白紙黑字 你講清講錯 不是的話我得罪了中共 結果你拋棄了我 這樣菲律賓都不知道怎麼搞 你問我這件事 是的 秦剛去到見小馬可思一定有夏文 所以你才見到小馬可思 在這個時候 就是揮爛了臉和美國 喂 你講得明白 保護到我哪裡先 是他找幾隻戰艦在我 在我們外海那裡走來走去你不理 或者我們的漁船受到攻擊你又不理 除非他們真的登陸 飛彈打到來才理 你講清楚程度在哪裡 那我相信 拜登這些事情不會淪色的 這次講清講錯 那大家不用在這裡 你讀一下我 他又算一下你 那我相信是好的 而這個 也都用到整個東盟國家開了個頭 如果菲律賓和美國佬 談了的條件 令到菲律賓放心的話 這樣其他的國家 他們就會覺得 即使他們得罪中共 他們都有美國佬撐腰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之後的意義 大家都知道 好像印尼 馬來西亞 包括安華在內 他們都不想得罪中國 所以有時候很多的議題 很多的爭執上高 甚至不出聲 但是你看到小馬可思 你講清講錯 但是如果當美國這個承諾是落實的話 其他國家就會沒有這種 究竟來不來 就是沒有心方方 患得患失這種感覺 是的話 東盟國家 站在哪個那邊 就會很快就這樣公佈 或者一些所謂的 台灣不能夠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些說話就會不停地出現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追蹤、Share、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